30年前台东人徐从贵从关山国中毕业以后就北上复兴美工习画 后来到东京日本大学深造 回国之后就一直在广告公司担任创意总监的工作 5年前他放下总监的身份回到台东 陈浅的几年间不断创作以及教导国小生绘画 26号上午他的抽象画展在美学馆开幕 民众也可以从抽象画里看到他对台东的情感 其实是抓到他那个中毒的一些异象 大家每次看到抽象画都会问说这个作者画的到底是什么 画家把这幅画完成之后就是属于观赏者 非常谢谢徐总盒是干 愿意啦我们一堂课只有拜托他说这400块 可不可以请你来一下 他一口就答应了 小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家长对他的那个肯定度也非常的高 那谢谢那个徐总监老师 徐从贵说在台东相较于台北创作时 画作的幅度变得更宽更大 因为生活会影响着创作 回头一看的大部的100号都是在台东画的 所以我觉得说生活会改变那个创作 所以也证实了艺术就在生活里面 他小时候第一幅绘画作品曾受到老师的鼓励 从那一刻起就下定决心作画到现在 所以在艺术教育上他也倾向以鼓励的方式对待学生 也因为自己曾经是一个广告人 所以画展的所有平面设计文宣都一手包办 真的让我回来很久是妈妈 妈妈生病了 那我是家里的独子 那时候责任就来了 决定先放下一切 我辞去的那个当时在世贸四楼那个安逸的安逸 他们也不了解 应该是不了解为什么辞职 我辞了以后就回来 陈老师 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国小一年 二年级的老师 他就把我的画贴到后面的教授会公布了 哇很多小朋友围在后面看那一幅画 这样子之后 从那一刻起 我就对画喜欢到现在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绘画的老师 他对小朋友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现在甚至去教小朋友 我很想要鼓励他 就不知不知道会拿我印的卡片 或者什么送他们 广告这个领域 让我更觉得能够帮助我 我像这一次展展所有的 平面的设计宣传 是我自己设计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广告跟艺术 而且我经常在艺术广告的领域 里面参入艺术的元素 譬如说我在商业展展的时候 我不要让它就是一个商品的展览 我会带入所谓普普艺术进来 我把整个场面营造成 普普的色调风格 对很差很大的那种感觉 那你一进来就有艺术感 那我现在从事的艺术工作 如果有人愿意在包装上 使用我的作品 它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商业的插画 他认为艺术和商业并非背道而耻 反而可以紧密结合 未来徐从贵将会在关山筹办私人美术馆 也会一直画下去 而他的抽象绘画即日起到4月13号 在台东美学馆展出 请民众欣赏 东台新闻陈静雄时荣与台东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